我的梦想 转家 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儿 桑智一直是最受宠的那一个 虽然跟哥哥总是打打闹闹吵架 哥哥也是个护妹狂魔 大事情上绝不含糊 当然小事情也是让着妹妹的 如今哥哥的好朋友段嘉许 也把桑智当亲妹妹呵护 只能说桑智简直太幸福了 一群人围着宠她 桑智非常的乖巧可爱 高二的时候情窦初开 开始暗恋阳光帅气的段嘉许 但桑智很明白 这个年龄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业上 所以也仅仅只是暗恋和崇拜 希望自己将来长大了 也能成为段嘉许那样 给别人带来温暖的人 母亲去世 父亲长年昏迷 段嘉许的身世其实很可怜 亲戚也不再跟他家往来 因为段嘉许的父亲 酒驾撞死人 欠了一屁股的债 段嘉许四年大学 除了学习就是打工 自己的学费 父亲的医药费 还有赔偿金 这样的生活确实很压抑 内心脆弱的她 依然表现得很坚强 不愿意任何人去可怜她 桑智读了大学后 才知道段嘉许的身世 想成为那个 可以陪伴段嘉许的人 两人的关系 也越来越暧昧 段嘉许发现 爱上桑智后 勇敢表白 只是桑智的父母并不同意 段嘉许用行动证明 他有能力给桑智幸福 两人最终得到父母的祝福 桑智毕业的第二天 就跟段嘉许领了证 婚后把老婆宠在手心 哥哥常常调侃段嘉许 你把你老婆宠成闺女了 段嘉许心甘情愿乐在其中 期待后续更精彩的剧情 欢迎评论转发 关注下期见